最近有一个全新的节目曝光 不仅透露了节目的形式 还放出要邀请的嘉宾 可以说节目的拟定阵容真的很豪华 包括华晨宇、蔡徐坤、李荣浩、周深 邓紫棋、杨迪、李雪芹、刘伟等人 这种音乐综艺咖啡组合是非常难得的阵容 邓紫棋、华晨宇同框被网友质疑 不过至于网友曝光的阵容名单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以华晨宇和邓紫棋为例 两人都是乐坛非常有名的歌手 因此被邀请是很正常的 但是两个人在网上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绯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情 两个人框在一起不切实际 继《青春环游记2》后 周深、杨迪、有望合体 虽然有一些疑惑 但是还是有网友愿意 其他嘉宾能够一起出现 尤其是周深和杨迪的组合 在过去 周深也被认为是一个有歌有名 但是不受人欢迎的歌手 然而《青春环游记2》播出后 更多的人注意到了周深 才发现周深这个人 真的很适合录制综艺节目 他也因此获得了一大批综艺节目 《青春环游记2》 不仅周深被观众喜欢 而且杨迪作为网友认可的综艺咖 被很多观众喜欢 这一次如果两人能够再次合体 无疑会产生更多火化 《竹梦》的路上 看着周深走到如今这一步 感觉他现在是最幸福的一位歌手 而对于无数喜欢他们的生米们来说 遇上竹梦的他 更是很多人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感谢这样一位灵魂歌者 让我们一直被鼓舞着 一直被感动着 感谢这样的一个宝藏男孩 让我们体悟到了榜样的力量 人生最好的状态 不是打败别人 而是超越自己 周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断地超越自己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业 执着地追求 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 作为生米的一员 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 在这个周末 小编极力推荐一首周深演唱的 非常励志 非常治愈的一首歌 那就是海藏了 看到这个歌名 对于新入坑的生米们来说 或许还有疑问 究竟是海藏还是海藏呢 但是对于资深的生米们来说 这肯定不算是一个问题了 周深发此歌时 还特意强调了 是海藏 这首歌 今天小编强烈推荐 是因为这首歌在今年 正好发行两周年 因为为动画四海惊奇动画 所演唱的主题曲 虽然这首歌已经发行两周年了 但是每每听起来 依然是触感满满 说到周深的歌曲 在他的演绎之下 有关于爱情的缠绵反侧 有关于人生的无限思考 又忠于家国的热血情怀 但是海藏这首歌 却仿佛一道希望的光 照亮了每一个不开心的夜晚 尤其是那句歌词 他日重逢 我仍是无畏的少年 让我们学会了勇敢 懂得了坚强 也懂得了向内生长的价值 就像我们一路追随的 宝藏男孩周深一样 为了每一次的完美呈现 拼尽全力 初心不凋谢 四海超身着眷恋 若爱是深渊 纵深漩涡也成全 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更喜欢周深的完美演绎 听完这首歌 不得不感叹到 周深为何被称为 华语乐坛第一天赖之嗓 听完这首海藏就明白了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最好的周深在路上 他日重逢 仍是无畏少年 周深海藏两周年 励志而温暖 这首歌您是否听过 是否也像小编一样 充满了无限感慨呢 不凋谢 四海超胜着眷恋 若爱是深渊 红色水溶着海藏的结架 魂感现在是尽干嫁 莫水溶着海藏 辑出海藏 大蒜 天下 戶 , 在长海的海藏 摆滚 小编 酱 乱